大家好 我是雷幣的阿瑤 那因為其實在最近很多新人都會問我們 就是關於握把布的問題 因為如果握把布可能在打久了之後 可能會像這隻握把布你看現在的狀況其實很髒 那這樣子的狀況這個握把布到底要拿去哪裡換呢 可能一般的體育用品色啊 他可能換一隻握把布可能要150或是200塊錢 那其實握把布這種東西呢 他其實可以很簡單的靠自己就是大概10分鐘左右的時間就可以換完 所以我等一下會先為各位示範一下怎麼去換這個握把布 那台面上有看到兩隻拍子 這兩隻拍子我知道我剛剛都已經先幫他把我們的舊的握把布都去掉了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握把上的殘膠可以先去除 因為如果你的殘膠沒有去除你會一層一層一層的堆疊 那最後可能握把布本來其實我們平常換上去可能是1.5-1.8mm 那因為這樣殘膠的堆疊可能會造成他比較厚 或者是凹凸不平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會把這個殘膠去乾淨之後再把我們新的握把布換上去 那像這隻拍子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其實這隻握的拍子呢我先稍微用這個透明的這個 膜先幫他上了一層 那其實一般來講壁球拍是不需要上透明膜 因為透明膜在羽球拍會特別上的原因是因為 他希望能夠達到防水的效果 因為可能在羽球拍的握桿的部分是木頭的 如果今天我們的手汗比較多可能會滲進握把布之後 他會造成木頭也濕掉那到最後可能會發霉甚至腐蝕掉 所以基本上在羽球上他們會上一層透明膜是非常常見的 可是像壁球拍本身整隻球拍都是以那個碳纖維布的材質去做設計的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他撕掉也沒有關係 那為什麼會特別還要去把這個握透明膜纏上去呢 因為目的是為了說今天如果我們的握把布上面有這個膠的話 他在我們拆的過程當中他就不會纏維而纏膠 讓我之後再換握把布的時候 就可以不用那麼辛苦的去慢慢的把那些纏膠給刮掉 會增加我換握把布的速度 所以我現在習慣性我都會幫自己的牌子上面先纏一層透明膜 然後再去做握把布的更換 那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先把透明膜給去除 先把透明膜去除 然後這款握把布其實是有彈性的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你自己習慣握得比較薄一點 你這樣他在纏的過程當中可以把它稍微拉緊一點 他就會比較相對薄一點 那如果你喜歡手感粗一點的 你就直接照著他的那個原本的樣子去纏就可以 然後照著 這個斜口壓好之後呢就順著這個軌跡先去繞 先把斜口貼齊 好等到這個斜口這邊的一個切點 我們再從這邊開始把我們的握把布 順著他的角度慢慢的把它纏起來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換握把布非常的簡單 如果就是自己稍微換個兩三個握把布之後很快就可以習慣了 那我們盡量讓每一個間隔的距離都是差不多的 除了美感之外也是你自己抓握的習慣 好那像這隻我可能會稍微拉緊一點點 因為我個人不喜歡握太粗的握把布 對啊其實換握把布的時間是非常快就可以換完的 如果還要去店家換的話其實會浪費相當多的時間跟金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換到末端這邊之後呢 因為我們還有多餘的握把布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剪材 這個部分我通常會先先剪掉一小段 然後一樣我也做斜口 斜口 留一點點的 位置是等一下要做封膠的 好 這邊我們把握把布稍微 做最後的封起來 好 那因為我個人的習慣是我覺得 以球拍的造型來講 我白色握把布然後配這麼漂亮的顏色 我會覺得說如果再封黑色的封條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自己也可以去買這種所謂的封膠條的膠帶 那它有很多顏色可以選擇有白色的或是黑色的 好 那我現在就用白色的封膠條膠帶幫這支球拍給封起來 基本上呢我們會從它這個 凸出來的這個位置呢 稍微抓平整一點 因為如果你可能在這邊或是在這邊的話 它可能到時候封膠條膠會貼歪 那這個可能會滑動 滑動的話你就會發現你的封膠條膠會跳上去 然後這個也會跳出來 所以我們會整個把它黏起來 然後呢稍微施力 因為這個是有彈性的膠帶 來我們稍微施力 把它纏個幾圈 好 最後我們做一個收尾 那這樣一支球拍的握把布就換好了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非常的快 那建議大家就是可以幫自己多練習兩次 可以省很多的時間 然後也可以挑到自己最喜歡的握把布 在這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